好 同样是消费上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 照理说特价指的当然是比较便宜 比较优惠 但是很多的纠纷告诉我们未必 这位民众呢 去药妆店他要买卸妆油的时候发现 单罐99 但三罐一组竟然特价是399 照理说这个价钱都可以买四罐了 哪里有特惠 哪里有比较便宜呢 询问药妆店 药专家也说出了一番大道理 药妆店常常推出特价商品 让消费者抢便宜 不过却有民众发现这款卸妆油的标价怎么怪怪的 同样的价上单罐卸妆液写着价格99元 不过旁边三个一组的包装则标明特价399元 但99乘以3应该是297元 照理说399能买四罐啊 怎么特价还比较贵呢 那第一个想法就是 那就直接拿三瓶比较便宜 那但是当我要去结账的时候我就发现 诶 旁边有99元 那我就一算就觉得 不对啊 就一瓶99乘以3就顶多就300块而已 那没有想到 诶 它的特惠价居然还比它贵了100块 民众看到觉得很夸张 当然买单罐才划算 而同种商品价格混乱 让消费者百思不得其解 询问业者他们表示 单罐原价是195元 所以三罐应该是585元 但最近才推出一罐99元的促销价 如果民众有疑虑都可以拿发票换货 看我手上拿的三瓶 他说那要不要拿特惠主金包好了 比较便宜 然后我就说 诶 不用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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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就跟他说 那个你们特价的反而没有比较便宜 就比他